记者图莹如台北报道,一蓝拉面去年在台北信义区开设台湾首店,创下开幕后消费者连续排队近300个小时的记录,今天宣布6月1日将在距离本店近300公斤远的台北新光三月信义星天DA11,B1内侧,手扶踢下来前方开设台湾台北本店别馆,并且维持一贯24小时营业, 一围百货首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一蓝拉面去年来台后造成轰动,开幕至今仍要排队等候用餐,今天宣布将在新光三月A11增设别馆 A11别馆店副总面积约110.9平,营业用面积约31.7平,为集中座位52席,主推天然豚骨汤拉面,可一个人喜好 要加点辅酱至豚骨叉烧肉,甜点则是抹茶杏仁豆腐,和本店不同的是,别馆的装潢不同,是以招和三十年代风格为设计,叫怀旧 亦兰表示,未来别馆开了之后,本店的客群会以忠实顾客为主,别馆可能吸引较多逛街,电影的人潮,观光客的占比也会提高 亦兰拉面解释,因为台湾本店开幕后,吸引非常多民众到访,即使目前假日都还要排二三小时,于是特别在附近开出别馆分散人潮,别馆将有52个座位,配备比照亦兰分店 天然豚骨拉面专门店台湾北本店别馆形象示意图 星光三月提供,天然豚骨汤拉面 288元 星光三月提供,辅酱至豚骨叉烧肉 辅酱至豚骨叉烧肉 148元 星光三月提供,亦兰台湾北本店别馆店内饰意图 星光三月提供,亦兰台湾北本店别馆店景示意 星光三月提供,抹茶杏仁豆腐 108元 星光三月提供